给大家伙聊聊航母啊 航母 航母啊 是在远洋作战的时候 你能找到的唯一的机场 唯一的啊 你看看那个民用飞机 都不直接飞越太平洋啊 都要借助陆地 飞美国的航班从中国大陆 基本上都要载夏威夷啊 日本呀阿拉斯加呀 才到美国本土啊 很少能直接飞越太平洋 是吧 这个远洋这种超长城的 这种续航能力 是吧 一般来说都做不到 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飞机 所以航空母舰的作用非常的大 它首先就是一个移动的活动的 这么一个飞机场 在大洋上海战啊 如果你拥有了航母 那么你就拥有了以空制海 制空权压制制海权的重大优势 全世界88%的人口和80%以上国家的首都 均位于距离海岸 不足1000千米的地区 88%的人口和80%以上国家的首都都距离海岸线不到1000公里 咱们以北京为例 北京其实离渤海 当然渤海是内海啊 那也叫海岸线 只有一百多公里 北京到天津也就一百多公里 当然天津市再往前开一段到唐姑 就是海 有个八卦滩 那就有一艘航母吧 叫明斯克号 还是叫瓦莲格号啊 还是叫基辅号啊 就是从乌克兰或者是前苏联吧 叫苏联吧 没有钱字 买回来的 我们还到那玩过 那就是大海 其实天津就是北京的外港 是吧 就像仁川就是汉城的外港 你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首都都距离这个海岸很近 有的直接就是滨海国家 是吧 你像这个东京啊 首尔啊 华盛顿啊 是吧 巴黎 伦敦 这都是很近的 马德里 我在西班牙 马德里距离海岸线 也就是在600公里左右 人口 其实人类离不开海洋 人类离不开水 这是生命之源啊 另外这有一个数字 全世界拥有60架以上作战飞机的国家 有57个 57个国家 有60架以上的飞机 作战飞机啊 不包括后勤的啊 其他的侦察的不算啊 作战飞机 57个 那么 60架就不少了哈 这个从数量上大概是 一个中队是几架呢 这个我不懂啊 我不懂 一个飞行团吧 一个飞行团大概60架飞机吧 差不多吧 拥有60架以上的较先进的三代机 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有37个 所以航母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 非常的重大啊 有一艘航母 你就是世界的危险 有两艘航母 你就是世界的重大危险 有十艘航母 你就是世界的保卫者 以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 为例 它的造价 130亿美金 和人民币你乘以7 910万 910亿美金 人民币 910亿人民币 是造价 那么你还有维护的费用呢 是吧 建造福特号 就像搭机木一样 这个 它的建体结构 由447个大型模块 拼接而成 在总计447个模块中 重量少的 一二百吨 如升降梯 一百零五吨 重的五六百吨 如球匕首 是这个舰手的部位啊 为六百八十吨 最重的结构架 是飞行甲板 桥 飞行甲板的桥的总成 一千零二十吨 几乎达到了龙门调啊 那个龙门调 一千零五十吨 起重能力的极限啊 我呀 这个人 我是不懂就是不懂啊 就是刚才我说 六十架飞机 然后战斗机啊 空军的编制 多少架飞机 是一个中队 一个大队 一个连队 一个飞行团 一个飞行师啊 哪位要懂的话啊 这个给我指导一下啊 多谢了啊 血海无牙 血无止境啊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你就是教我一个字 你也是我老师啊 谢谢了 这个福特号光 它这个电力光缆 光纤电缆 就长度就达到 一千四百万英尺 这一长度超过了地球 与外太空的国际空间站之间的距离的十倍 另外这个电磁弹射器 EALS 这是福特级最大的亮点 以前尼米兹级是蒸汽弹射机 弹射器啊 就是C-13-2型 蒸汽弹射器并不是不能弹射战机 但是与这个电磁弹射器相比 简直就是蒸汽机与电动机的差距 不仅使用麻烦 维护费用还高 而且使用过程中 也一直让人头痛不已 特别是蒸汽弹射器可调性差 发射防控制时 无法实现精准控制 战机的过载也比较大 这个过载有时候对这个飞行员的身体 也有损害啊 而这些问题在电磁弹射器就不会再发生了 电磁弹射器不仅容易操作 更能灵活弹射各种战机 可调性很大啊 它适应的范围广 而且在弹射过程中 都可以根据反馈的信号自动调节 这是蒸汽弹射器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由于输出功率有限 尼米兹级的弹射器只能弹射 30吨以下的舰载机 无法满足 无法满足 我看啊 无法满足舰载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因为有的舰载战斗机 就是总之把舰载机 它的自重都要超过30吨 有些大型飞机啊 蒸汽弹射器的另外一个缺陷 是功率不可调 不太适合弹射重量较低的无人机 如果强行弹射 会造成飞机的结构受力过大 从而影响飞机寿命 具体来说 福特级采用电磁弹射器 可以更好的适用未来F35C隐身战斗机 X47B无人攻击机上舰的需要 现在就是说 你的弹射器好的话 那么可适的 可调适的 可适用的范围广的话 那么有更好的战斗机 可以放到航母上来 作战的时候 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 产生更大的战斗力 弹射一架战机 蒸汽弹射约消耗一吨的淡水 而电磁弹射器 仅耗电几十度而已 几十度电 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啊 蒸汽弹射器的效率 特别低 而电磁的效率 可达70%以上 正常航母用这个蒸汽弹射器 弹射一架战斗机 速度差不多会降低两节 幸好储能近一分钟 才能连续弹射 否则航母在速度上就会受限制 而电磁弹射器 这些因素完全不受影响 实际上由于电磁弹射器做工的冲程 比蒸汽弹射器长 这个C132型的作战的冲程 89.4米 当然实际做工要低于这一线值 这是最大的值啊 加速度均匀 因此可以把战机加速度 更高的速度 加到更高的速度啊 也同时意味着 航母可以不必迎风高速 就能起飞战机了 过去它会有一些局限性 对气象条件啊 风向啊 风力啊 这使得航母的作战更加灵活 不必周旋于一定的海域 而受限于气象条件 上面提到的电磁弹射器的革命性的改进 最主要的衡量标准 是舰载机的出动效率 这也是评价一艘航母 强大与否的根本的标准 目前尼米兹级的 这个舰载机的出动能力 为每天出动 140至160架次 而美国海军对于福特号的要求 是在此基础上 至少提高15% 也就是达到180架次 140乘以15% 是161 160乘以15% 是184 在高强度的情况下 甚至要超过270架次 同时配合各种精确制导弹药使用 如AD、GDAM、GSOW等 福特级航母的舰载机连队 一天能打击的目标数量 由现在的700个 要增加到1200个 也就是说 一艘福特级的航母 打击能力 大概相当于1.7艘 尼米兹级航母 好吧 先聊一段 关于航母的 关于这个福特级航母和尼米兹级航母的差别 谢谢